都说什么是心跳 那么心跳机制 它其实就是定时的 会发送一个自定义的一个心跳包到服务端 是由我们的客户单向服务端发送的相应的请求 其实也就称之为是心跳包 那么什么是心跳包呢 那么心跳包的话其实有请求吧 请求又分为读请求 或者是写请求 也有可能是读写请求 那么这些在Netty来讲的话 其实它都有提供这样的一个读取的方式 那么这样子 只要通过这种心跳包的形式 那么就可以让我们的服务端 知道我们的客户端它还活着吧 它还存活 只要存活 那么我们的链接就一直会保存 如果说心跳这样的一个心跳包 一旦丢失我接受不到 那么对于我们的服务端来讲的话 我就默认可以认为 你某一个客户端其实已经是不存在了 只要是不存在 那么我就会切断和你的链接 以防我们的资源浪费吧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图例 那么现在我们这一块有一个Netty服务端 然后Netty服务端和我们三台手机保持着链接 那么和三台手机保持链接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有相应的channel 那么这个时候channel的数量总共是有三个 那么假设我们现在手机A和手机B 手机C这三个手机 我全部以一个关闭进程的形式 把它们全部进程结束掉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们后端 我们后端写了一个channel了 它会在它的一个生命周期对象里面 获取到你相应的世界 它会知道你这个是融为的手动出发的一个关闭 那么此时它会把你每一个channel链接给关闭掉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channel的数量就为零了吧 那么这是一种正常情况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处理 那么假设现在用户做了这样的操作 它开启了飞行模式 手机A和手机B开启了飞行模式 那么开启飞行模式对于我们的手机APP来讲 这是一种被动的开启的一种模式 那么当开启了一个飞行模式之后 对于我们的netty后端来讲的话 它默认这个时候 它其实channel的数量还是有三个 因为你没有主动的关闭channel 你没有主动的关闭手机上的web socket 所以现在总共的channel数量还是有三个 那么试想一下 假设我们现在有300台 3000台或者说是有3万个手机端 同时连着我们netty的后端 那么这个时候有很多的手机都开启了飞行模式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一个channel数量会有很多吧 会有成千上万个 那么为了避免我们的一个资源浪费 所以说我们的netty这一端 我们需要得到你手机上的一个轻跳包 需要去接收 一旦我发现你某一些手机 它的一个心跳包我接受不到了 那么对于我来讲 我既然接受不到 那么对于这些开启飞行模式的手机 那么我就需要相应的去关闭这些所有的channel吧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资源就可以得到了一个节省 现在我们图示上虽然是开启了飞行模式 但是它的channel数量 其实我们应该要去把它纠正 从三纠正为一 那么现在呢 我们到代码上去演示一下它的相应的效果 我们打开clips 然后呢我们在这一端啊 这个是我们的channel了 我们在handle了remove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我们写两行代码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相应的测试 我们先获取channelid 我们可以通过ctx.channel.id as我们可以获取一个短的id 然后呢我们可以打印一下吧 打印到控制台 我们看一下效果 客户端被移除 channelid为 然后把这channelid拿过来 那么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吧 我们启动服务器 好现在是启动成功了吧 然后呢我们打开手指端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演示 我现在呢 我会开启这个制作 开启制作的时候 它其实就会建立一个websock的链接 然后现在是可以看到 我们控制台上是打印了出来 这个是我们以前一开始做测试的 一开始在初始化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链接吧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channelid 只不过这是一个长的channelid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它的一个后指纹 是b3429c45 是这个 那么现在我可以把这个给关闭掉吧 我呢把这个进程呢给结束掉 进程结束 进程结束之后 可以发现这边我们打印了吧 也就是说它调用了handle了remove的 然后我们的channel被移除的时候 它是b3429c45 是这个短带的地方 是和我们之前所一致的 所以说我们主动的把进程关闭之后 我们相应的channel就已经是被移除了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做一个测试 那么现在我们切换iPhone手机啊 那么如果说我们使用一个飞行模式的话 那么安卓手机的话在远程桌面是无法打开的 所以我们使用iPhone也是一样的效果 那么现在我们通过iPhone我们打开制作 制作打开啊 打开完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后端 那么后端现在已经连接了一个channel吧 这个channelid是388尾号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控制材料我们先清空 清空完了以后呢 我们把飞行模式打开 打开飞行模式 然后重新再进入我们的这个基础 那么现在对于我们的APP来讲 它是一个未链接的一个状态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后台控制台 那么对于我们控制台来说呢 如果说在手持桌上开启了飞行模式 那么handle and removed 它不会触发这样的一个事件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Netty来讲的话 我默认之直我觉得你这个channel还是存在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现在呢 把这个进程呢给结束掉 手持桌上把这个进程结束 结束完了之后 我们再恢复一下 把这个飞行模式呢给关闭掉 重新又连接上我们的网络 我们再把这个基础打开一下 打开进来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后端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新的channelid吧 这个是我们的老的channelid吧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一个APP 多次重复做一个这样的操作之后 其实它以前的channel 一直都存在于我们的服务端 然后新的当然会是 以一个新的形式进行一个加入嘛 那么所以对于我们Netty来讲的话 我们应该要把老的这些东西给关闭掉 那么如何关闭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会采用一个心跳机制吧 那么如何去通过Netty 对心跳机制进行编码呢 那么这一块我们会在下一节 我们具体来说一下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完善一下心跳 心跳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Netty来讲的话 它其实也是一个handler吧 它也是类似于一种拦截式模式 和我们chart handler是类似的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这样子 我们要做心跳的话 我们来新建一个新的handler 取名叫hatsbeathandler 我们直接把这个拷贝一下 然后拷贝一下呢 我们重用名 我们取个名字叫做 hotbeathandler 然后双击把这个打开 打开之后 我们里面先把一些内容 我们已经清掉 我们先把这整个一大块的内容 全部都清掉 然后呢 注释的话 我们也清掉 然后这边会报一个相应的错 它相应的错是什么呢 它是要去实现一些未实现的方法 比如说是channel额德林 但是这个东西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不需要吧 因为它是继承了这个 simple channel inbound handle的 那么在这个里面 我们其实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语言码 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 我们再点一下 在这边有一个channel inbound handle的 adapt 它是一个适配器 然后呢 我们control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里面 其实都是一些生命周期吧 这是我们之前所演示过的 然后其中里面有一个user event triggered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用户事件触发 一旦有用户事件触发 那么就会到这个方法里面去 可以看一下 就这个 然后对于这个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去重解吧 那么重解的话 我们在当前的handle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点这里的source 然后再看一下 overwrite implement methods 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 这边就会有一个channel inbound handle的adapt 那么这个是我们所制成的类的一个负类吧 那么我们要去实现这个 点一下 那么点完之后 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只要去把这个完善就可以了吧 但是呢这个方法又是我们不需要去操作的 因为这是一个simple channel inbound handle的 我们不需要去从channel里面去读数据 所以我们把这个删掉 删掉了之后 那么它肯定还是会报错的 因为对于我们的这个类来讲的话 我们去找一下它的一个方法 channel 1的0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抽象的方法 你必须要去实现 那么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去直接去实现 去继承这个simple channel inbound handle了它的负类 就这个吧 channel inbound handle了adapt 我们拷贝一下 拷贝一下之后呢 把这个给粘掉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把它的类引入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当前类就已经是可以了吧 我们只要去重写这个user invent trigger的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也是它整个生命周期的里面的某一个方法 把相应的注释加一下 那么这个主要是写一下吧 制成channel inbound handle了adapt 从而不需要实现 channel 1的0 方法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 这个是用于 监测 channel的新票 看到了 好OK吧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去就需要去重写它相应的内容了 那么首先啊 我们既然是触发用户时间 那么其实对于这个invent这边会有一个object 它有invent 我们呢需要对它做一个相应的判断 怎么去判断呢 我们先来写一个判断啊 我们需要判断这个invent是否它有一个instance 要判断它是否是一个空闲状态的监测事件 我们先把它写好 写好了我们再来说 它是一个idle state invent 看一下吧 这是一个事件 然后我们点进去看一下它的一个圆码 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是一个用户时间 它是会被触发的 它是如何触发呢 当有一个空闲的时候 idle是空闲的意思 只要是有一个空闲 那么它就会触发一个用户时间 那么这个用户时间 就会到我们的这个userinvent 就是被触发的一个里面 OK吧 这边能明白吗 然后这个idle state invent里面 它其实分为了多种事件类型 可以看一下 首先啊 它有一个read的idle 这是指一个读的空闲状态 词外还有是一个writeidle 是指一个写的空闲状态 那么也就是说 当我们的channel 或者说我们的客户端 没有发起读请求 或者说是没有发起写请求 再经过一段时间 这个一段时间的话 是要我们人为的去控制的 我们要去设置 比方说是一分钟 如果说有一分钟 我们的客户端都一直没有读请求 或者说一直都没有写请求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触发我们的这个世界吧 OK吧 那么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只需要去对这个事件类型 做一个判断就可以了 然后判断完了之后 那么既然它是一个object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做一个相应的转换 我们做一个强制类型转换 转换为这样的一个idle state invent 事件 我们做一个强转 然后EVT 我们把注释写上 判断EVT是否是idle state invent 然后这个呢是用于 用于触发用户事件 包含毒 写 应该是毒空闲 还有是写空闲 那么其实在这里面还有一个 它的这个事件里面还有一个or or idol 什么是or idol or idol是指的是both 就是既是毒又是写 就是两种请求在一起 那么这个我们是会用到的 我们主要是使用的or这样的状态 所以说在这边我们再写一个 还有是一个毒写空间 好 ok了 然后呢在这边啊 是做了一个强转 强制类型转换 好 ok吧 那么现在我们就只需要 针对这个invent去做一个相应的判断了吧 ok吧 我们来一个ifelse 你用使用switchcase也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拿到这个invent 点它有一个state 这个state看一下圆满 它会把当前你的state状态给拿出来 然后这个state拿出来之后 那么其实它就会有一些相应的状态了 然后呢拿出来之后我们做一个匹配 匹配的话我们直接可以来一个 可以看到吧 idlestate里面就有一个read idol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是一个枚举吧 ok吧 这是一些相应的枚举 然后我们只要做一些相应的判断 判断如果说符合这个的话 那么说明我们的相应的请求就已经是进来了 ok吧 它是一个枚举啊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然后回到代码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相应的判断 那么如果说是读请求 是读空闲请求的话 那么我们不需要去做任何处理 对吧 我们之前有说过 我们要去处理读写空闲的请求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是不需要 但是为了演示呢 我们在这边 我们加一个相应的一个物质吧 加一个相应的一个空词才打印 这边是读 进入读空闲 ok吧 那么还有另外两种我们都分别来写一下 那么这个是读请求 对吧 读请求的话 还有一个是斜请求 所以写一下 这是进入斜请求 空闲 那么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处理的吧 else 我们还是以else f 比较好 这个我们就应该要去处理这个all idol吧 就是全部的空闲两种类型 读和写 在这里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相应的判断 那么既然是触发并且捕获到了一个读写空闲事件 说明我们的channel 或者说说明了我们的客户端 其实是已经是开启了飞行模式吧 ok吧 或者说是类似于飞行模式的这种状态 我们是对于我们服务端netty来讲的话 它控制不了 我们需要把资源给释放 那么最简单的 我们就只需要把当前的channel给关闭就可以了吧 我们通过ctx.channel去获取一个当前的channel 好ok啊 获取完了之后 把相应的类 引用一下 那么获取完了之后 我们就需要针对这个channel做一个关闭就可以了吧 channel.close 关闭 不用的channel 以防资源浪费 ok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是要把这一块心跳的内容都就已经是做好了 ok吧 然后呢我们其实可以在这边我们再来做一个打印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chart channel里面有一个users吧 我们把这个改为public 不然获取不到 然后呢我们可以获取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个数量 users.size 我们这里可以做一个打印 channel channel关闭后 然后users的数量 users的数量为 把这个贴过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再复制一下可以复制到我们的上面 在一开始在这里 这个是channel关闭前 ok吧 那么这个的话我们一会儿我们会来测试一下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心跳的一个结果 另外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一会儿我们下节会来说一下如何去把这个hard beat handle做一个相应的配置 那么在写完了心跳的handle之后我们需要把这个handle做一个相应的配置吧 我们找到以前的一个ws7initializer它的一个初始化器 我们到里面需要把它给加入进去对吧 我们写一下 这个是处理心跳吧 增加心跳支持 这是开始 然后这是结束 好ok吧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是需要去写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需要把它相应的handle来加到我们的pipeline 暗中就可以了吧 ad last加入一个我们的这个hard beat handle了 我们到这里 nure一下 nure出来 那么nure出来之后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当我们现在nure出来之后我们这个hard beat handle了我们可以出发吗 我们其实是出发不了的吧 这其实是一个我们先把注释写上了这是一个自定义的空闲状态 检测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开始的话其实我们需要把相应的一个事件这种空闲的事件给激活 那么如何去激活呢 那么它其实还有一个handle了 就是一个激活状态的handle了这是nure为我们开发者所提供的 如果去使用啊我们可以这样子去加一下我们通过pipeline 然后呢我们来nure一个handle了是一个idle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会有啊 它会有一个idle state handle了 那么我们可以加一下吧 那么这里面其实会有这种啊 像这种是一个秒数啊 然后下一个是一个浪型的浪型的话是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整形 然后的话它的一个单位的话让你去自己去控制 然后一般来说我们会以一个second字为主啊 就是一个秒数 然后我们分别来写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一个读空闲的一个秒数 那么在这边我们方便测试的话 我们写上两秒 第二个是写空闲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设置为四秒 下面一个是一个所有状态 就是一个读写空闲时候的一个事件 那么我们在这边写上一个6秒吧 246 写上注释 针对客户端 如果在 那么我们在那边可以做一个相应的设置吧 我们设置为60秒 一分钟啊 如果在一分钟时啊 没有向负户端发送毒血心跳 那么这个实际上 那么这个实际是一个all的一个addle吧 all 则 主动 如果是读空闲 或者写空闲 不做处理啊 OK吧 然后这边all 然后这边all 46啊all 46的话分别就是针对是它的一个时间的设置 那么我们可以到它的一个原码里面去看一下吧 看一下它的原码是如何去说的 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它的一个构造构造函数吧 我们到它的一个顶部吧 可以看到吧 它其实是用于触发一个addle statement addle state invent的一个相应的事件 你只有触发这样的事件之后 那么才可以去做一个perform perform是一个表演的意思啊 你才可以去做相应的事件的触发 那个我们的一个构造参数 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构造判数啊 可以看到它是用于创建一个新的实例吧 那么这新的实例是主要是用于fire一个 应该说是fire一些iddle state events吧 把一些只要是空闲状态的事件 那么它都可以去通过创建一个实例去激发去激活 那么激活了以后 它才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hotbit handler里面 它才可以去判断到有相应的事件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hotbit handler以及nate 为我们提供的这个handle了 我们就已经是pitch好了吧 分别是2秒4秒和6秒 就是我们自己去写的 然后它里面的一个也可以看到 它是以一个seconds为结尾的 并且可以看到这边它已经加了一个time unit 它的单位就是设置为是seconds 因为它还有其他的啊 像这个的话是一个long型的 那么如果说你要把它改为毫秒的话 那么其实也是ok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试啊 我就不多去解释了 那么到这里的话 那么我们这两个handle了 都已经是分配完毕 只不过呢 有一个地方是需要处理的 就是说对于我们自己真正要去做测试的话 在这边我们写上246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去发布一个正式的环境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边啊 我们建议是写写上60 改为60秒 那么其他改为20秒40秒都是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二和四读写 我们分别都是出发不了的 我们只会去控制这个or这个状态 ok吧 然后的话我们下一节会来做一个相应的测试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心跳能不能去处理 能不能去把这个相应的空前的channel去给关闭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的一个心跳啊 我们先启动服务器 好现在是启动完毕 然后启动完毕之后呢 轻控一下空前然后我们把这个远程桌面打开一下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开启啊 我们把机座开启机座开启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新的链接 这个新的链接那么就已经是有了吧 然后可以看到他现在其实进入的很快吧 他读空闲和写空闲等等 其实很快就已经是进入到我们的后端里面来了 那么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的一个时间比较短 是只有两秒另外一个其实我们现在只要是我们不管是在一个飞行模式 还是说在一个当前的页面打开状态下并没有发送的话 那么只要他没有读写请求他都会去做一个关闭 那么这个的话是属于前端保持心跳 我们在后续指节我们会去说我们还是会以一个后端的为主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服务器关闭把时间设长一点 我们再来观察我们把这个改为8秒然后后面的改为10秒 然后这个心跳要去处理的改为是12秒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会来做一个相应的测试 然后重启服务器 然后呢我们进程手机上的进程给关闭掉 好现在我们是桌面的我们打开一下 开始这个APP开起APP之后我们不要去做一个任何的处理 我们不去做处理 然后或者我们直接把这个飞行模式打开 然后呢等待我们的后端 后端它其实已经是监测到了吧 监测到一个读空闲和写空闲 可以看到吧 我们把对应的代码打开 首先啊是监测到我们的是读空闲 因为我们读空闲设置的是8秒对吧 第一个是进来的 所以进入到读空闲 然后第二次的一个实现类型 它其实是一个写空闲 那么我们设置为10秒 然后进入 随后我们读学请求都没有 那么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先会把第一个一开始的users 它的一个数量答应一下 因为我们原有连接的是有一个吧 那么当你去关闭之后 那么它就会变为0 从而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的一个channel.close 它去关闭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种逆谱的方式 OK吧 那么到这里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测试就已经是OK了 那么现在虽然呢 我们是以一个飞行模式的情况去打开的 那么其实不管我们是不是飞行模式 那么对于我们的后端来讲的话 只要你前端 只要你客户端 没有向我们后端去读写 读写这三种类型的空闲请求事件 都没有触发的时候 我是不会管你是什么状态的 它直接会把你的链接给切断 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 对于我们前端来讲 我们前端也要保持一定的心跳 我们前端要在某一定的时间 也就是说定时的 向我们后端发送一些相应的心跳包吧 OK吧 这一块操作的话 我们在前端会通过JS来进行实现 那么这一块的话 我们在下一节会去讲一下 如何去实现的 那么根据我们上一节课的演示 就是说在根据我们的设置为12秒 在12秒的时候 我们没有收到前端发过来的一些相应的数据 也就是说没有读和写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会把当前这个无用的channel给关闭掉吧 我们直接是close掉 然后这边是设置的是11秒 但是会有一个小问题 也就是说 我不管你用户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你到底是有没有停留在当前的一个界面 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开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就一直停留在我们的APP 我没有做任何的操作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对于我们的Netty来讲的话 它也会去把你的channel去给关闭 那么这样子的话显然是也是不太对的 所以说我们这一节 我们可以在前端通过设置Keepalive 去做这样的设置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前端 只要是还在我们当前的页面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其实一直不停的在定时的 向我们的服务端 向我们的Netty 发送一个自定义的数据包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本章第一节我们所说的 那么我们只要自定义一下就可以了吧 那么如何去做这样的设置呢 那么我们可以到代码里面去写一下 我们找到这个构建chart这个业务的对象 chart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下面 我们可以新加一个相应的方法 我们可以取一个名字吧 叫Keepalive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会不停的去做一个 相应的一个新跳包发送 首先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对象吧 构建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其实就是对应到我们在charthandle里面这一块 就是我需要去收到一个心跳 那么这个心跳的话 其实我们接收到之后 我们不要去做任何的处理 因为我们只要你用户有读写的请求就OK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加一个打印啊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收到来自channel为 这个channel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吧 current channel 把当今的channel给放进来 收到来自channel为这个的心跳包 那么我们服务端其实就OK了 然后呢我们直接把这个服务端始动一下 始动一下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去管了 回到前端我们继续写 把这个对象去构建一下 那么我们可以去找到app.js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去构造一个心跳 那么就是使用keepalive对吧 就是一个枚举 我们是定义的 然后我们要构建一个datacontent 拷贝一下 到这边去写一下 定义一个模型 然后通过newapp.把它给new出来 然后其中第一个需要有app.keepalive 第一个参数 然后后面两个参数我们都不需要 所以我们设置为空就可以了 设置为空之后 那么现在我们只要发送一个心跳吧 发送心跳 我们讲的好听一点叫发送心跳 其实呢就是做一个chart就可以了 我们使用chart.chart 我们直接把这一行卡背一下 把datacontent拿过来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会去做一次心跳了 那么这个keepalive 我们在哪个地方去调用呢 或者说是初始化 它每次的一个定时呢 我们可以找到 它的一个wsopen 这个是每次链接 建议完毕就会有的吧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去写一下 可以去执行一下 我们可以这样子set interval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执行吧 把这个keepalive给丢进去 那么这个是chart对象 点keepalive 这是执行的相应的一个方法 后面呢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呢 我们先把注写一样了 这个是定时发送心跳 然后呢 在后面是需要加上一个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的设置 是如何去定的 那么我们在后端 我们在这里设置的是12秒 那么12秒是超市时间 那对于我们前端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设置为10秒 或者说是11秒 只要小语这个12秒都可以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设置为10秒 也是OK对吧 只要小语12秒就OK 然后这边既然是定时的话 那么在我们这个方法里面 有一些其他的函数 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相应的完善吧 比如说这个 是每次从年后获取服务器的未听消息 那么在这个时候 假设你隔了一段时间 你断掉了 那么我再去获取一下 也是没有问题的吧 如果说没有 它就会是一个空嘛 对吧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方法 我们也可以去写一下 这边是定时执行函数 另外还有是一个联系人列表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获取后端联系人的好友列表 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加一下吧 加一下 那么比如说 因为我们现在获取了一个列表之后 我们都是保存在本地的缓存的 我们每次去看的时候 用户的昵称 用户的头像等等 这些东西其实全部都是老的数据 对吧 只有一个UZID是唯一的 那么假设现在用户改了他的昵称 改了他的头像 我们现在去看的时候 是我们所看到的 他的那些昵称和头像 都是老的吧 所以说当我们在定时做一个 Keepalive心跳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刷一下 通讯录列表 也是没有问题的吧 OK吧 那么现在我们Keepalive 在我们这一块就已经是设置OK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相应的测试 我们运行一下基础 然后拿手机上的一个进程呢 也是需要去关掉的 好OK 那么现在是基础安装完毕 然后基础安装完毕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基础打开 打开之后 那么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后端 那么后端的话 现在已经是初始化相应的连接了吧 然后我们会等待他的一个打印 现在是经过10秒 然后进入的是读空险 然后12秒的时候是写空险 然后读写请求 由于现在我们是客户端向服务端是定时的会发送商用的数据包 所以说我们是收到了来自channel为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客户端吧 OK吧 我们收到了来自他的一个心跳标 收到心跳包之后 那就表示我们现在是活着的状态吧 所以呢 我们的netty这一块在超过12秒之后 我并没有切断你的链接 对吧 我们的链接还是保持的 那么现在我可以这样子 我们打开飞行模式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开启飞行模式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是未链接吧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 进入读空险 进入写空险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 当我们在12秒过后 应该是每隔12秒之后 我们的netty 没有收到来自于你客户端的心跳包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当前这个链接 把这个channel给关闭了吧 而且channel关闭之后 我们管理的users整个group里面 它并没有了吧 因为现在我们只有一个链接嘛 清除之后就变为零了 再看一下客户端被移除的channel ID 它的尾号是DD14 就这个吧 DD14 那么现在呢 我们整个这一块就是心跳呢 一个是netty这一块的后端的心跳 一个是我们前端设置的心跳 就已经是OK了 端是my 后端呢 是spring boot和netty 那么这一块的话 我们会分别都去讲 如何去上线 如何去发布 如何去打包 那么首先第一步 第一步的话 对于我们的后端来讲的话 那么我们肯定要是需要把项目 进行一个打包 那么后台项目的打包和上传的话 那么我们是必须要有一个云服务器吧 那么云服务器的一个选情的话 可以在linux上 或者说是在windows上 都可以去跑的 一般来说 那么使用java的话 我们大多会使用linux 所以说我们会使用linux 作为我们的云服务器 那么要去使用云服务器的话 首先就需要去购买云服务器 那么在咱们课程里面 我们使用的是腾讯云 那么如果说大家有一些 其他的需求 去使用阿里云 或者说是其他的云产品的话 也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换通不换要的 那么OK 我们来看一下 要去购买一台云服务器的流程 是怎样的 首先我们可以打开一个页面 我们到这边产品 产品里面可以看到 第一个就是云服务器吧 我们点击进去 点进去之后 就可以有一些相应的配置 让我们去选择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是用来做学习的 那么我们只需要去买一些 比较简单的 比较便宜点的服务器 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去立即选购 点击这个按钮 点击进来之后呢 这里面就会有一些 相应的选择 让大家去选 首先是地域和知情 第二个是一个镜像 然后一步一步 往下面去选择 我们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是机废模式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采用 包年包月的这种形式 是比较合算的 另外地域 地域的话是指你的云服务器 是要放在哪边的 那么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在广州 上海北京成都 这些地方其实都可以的 然后如果说是在香港 那么或者说是 其他的一些国外 像这些的一些服务器的话 也是可以用的 只不过和我们国内的服务器 是有一些相应的区别 就是说对于我们中国 香港来说 还有是外国的一些服务器 你要去做一个备案的话 也就是域名备案 可以说是不需要去备案的 那么直接去做一个域名的一个解析 就会去使用了 那么对于我们国内所有的地域 你要去使用一个域名的话 那么都是必须要去备案的 那么域名的话 我们在这边不会多说 因为我们暂时没有牵扯到 那么在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其实随意选一个就可以了 那么我在这边 之前我买了一台是选择的是成都 那么选择成都就可以了 然后可用区 那么这个是随意的 是一区和二区 那么如果说大家在以后的开发过程中 你可能会需要用到分布室 或者说是搭建一些职群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在这里要推荐 大家都要使用同一个地区 比如说所有的都是在成都二区 或者说所有的都是在成都一区 因为他们的内网是可以互联的 内网之间是可以相互拼通的 如果说你选择的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是北上广 一些其他的地方 都是不同的一些地域的话 那么你要做一些分布室部署 或者说是职群部署的话 它是会有一个跨地域的问题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你的一些性能 或者说是带宽方面 可能就会有一些小的瓶颈 那么在这边的话 随便选一个 然后的话 这边下面会有一个相应的网络 这个网络的话 一般来说是选默认就可以了 它是会帮你默认去分配的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用作公网的网关 那么这边的话 其实也可以点一下 点一下的话 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公网的IP 会有公网IP和一些内网IP 总共是两个 然后再往下面看 这边是相应的实力 这个实力的话 就是选择一些我们的服务器 服务器的一些配置 那么如果说用于学习的话 我建议使用这个第二个 一核 CPU是一核 然后内存是一核二G的 然后这个一核一G的话 有点不够用 那么选择第二个是比较好的 然后在这边点击确定 选择完之后 点击下一步 选择一个镜像 那么镜像的话 首先这边会有一些相应的 一些镜像市场 或者说是公共镜像 那么镜像市场 我不推荐去使用 大家尽量去使用公共的 然后NUX的话 一般我们选择CentOS 64位是要选择的 另外CentOS的话 有7和6两种之分 然后的话 大家可以去选择 那么7和6的话 它们的一些语言上 有些命令行是有些区别的 那么这边最新是有了一个相应的提示 腾讯云在8月13号会支持下线 Windows7 那么这个和我们没有关系 这个是Windows的 如果说大家是使用的是Windows的话 那么这个是需要去注意一下 然后在这边的话 可以选择CentOS 6.5 然后再选择下一步 选择存储 然后的话 这边有首先是一个系统盘 Linux和Windows其实是一样的 你要去安装一个系统的话 它肯定是有一个系统盘 就相当于是我们的C盘 那么在这边 它会有三种的一个提示 那么的话 使用普通的 它是最便宜的 那么最小的配置 默认使用是50G 那么大家如果说是要高喷吐量的 高性能的 那么大家可以就去使用高性能硬盘 或者说是SSD硬盘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在这里 我们使用普通的 然后再往下面看 这边会有一个数据盘 数据盘相当于是在Windows里面的D盘 E盘 这我们就是挂载盘 在这里的话 可以是不需要 我们使用系统盘就可以了 然后再看还有一个是机飞模式 就是带宽 带宽的话 一般来说你可以 你读到零的话是不能用的 那么最小是要一照 所以说使用一照就可以了 然后再往下一步 设置安全组合组织 看一下 搜索项目 这个一般来说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安全组 什么是安全组 安全组的话 其实就类似于是防火墙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在这边 大家可以去选择新建一个 或者说是选择已有的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 那么目前的话 我已有是一个默认的 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后面会去讲一下 这个安全组是如何去配置的 再往下面看 这个是安全组的规则 一般来说 我们暂时先默认 不用去多管 后续也可以去配 然后这个是实力的名称 这个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填 然后这边是一个登录方式 那么登录方式的话 我们是要设置密码的 那么用户名是不会去更改 默认就是root 然后有一个密码 密码大家随意去写 那么这边我写123456 然后到这里的话 那么像安全加固云监控 这些都是免费的 然后免费的东西 直接要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下面还有一个高级配置 这个是可选的 我们就不去配 然后再点击下一步 是确认一下我们的一个配置信息 这个密码太简单了 我去稍微详细一点 然后点击下一步 那么下一步的话是一些 主要是我们的一个购买的数量 就是说一个月 或者说是三个月 半年一年都可以 那么我现在目前的有一台服务器的话 是三年的 然后现在这是新加的 以前的话好像是到三年 现在是有四年和五年了 但来说其实买三年是最合算的 它是五折 然后在我下面看的话 最后一步就是购买 点击购买之后 那么它会跳出来一些确认信息 就是你的订单 确认一下 确认没问题之后 那么就直接可以去点击购买 那么如果说你有一些相应的代听券的话 那么你可以去选中 选中了之后 它可以去优惠 那么目前这个是腾讯运作活动送给我的 也不用管 然后确认购买的话 会有一个二维码 可以使用微信去做支付 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购买完毕之后 那么你的一个控制台 就会有一个新的零服务器了 OK吧 那么当前这个页面的话 我们就不去看了 然后跳到我们的一个首页 首页刷新一下 如果说你购买成功 其实你已经是登录状态码 然后我们就可以点这个按钮 进入到控制台 进入到控制台以后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是控制台的一个控制面板 然后在我们的一个顶部 顶部导航这一块 这里面会有一些相应的选项 这个是我自己去加的 要加的话 直接点这个加号就可以了 点一下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去我推荐 有些可以去选一下 零服务器是一定要的 因为我们要去配 所以这个快捷菜单 加一下会比较好 另外像一些域名注册 网站备案 还有一些证书管理 这些我也是推荐 如果说大家要去用的话 那么就把相应的勾给选上 那么当然如果说你买了一些 像Redis 或者说是MongoDB 以及是Mysoco 相应的官司型数据库的话 那么你也可以去打勾 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在这边 这个的话我们就不管了 我们点击选一下这个云服务器 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可以看到 这一个盖栏里面就包含了 现有的一些相应的信息 那么目前我有一台云服务器 运行中也只有一台 毕竟是Linux的 然后到导航这一侧 点击这个云组织 点一下 云组织就是你的服务器 点击完了之后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台 目前是在成都下面 然后可用区是成都澳区 我们一行一行去看 这是成都澳区 然后这个是你的实例名 这个名字可以去改的 我们把这个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木性DV点确定 那么你的实例名就改掉了 就相当于是你的计算机的名称 另外这边会有一个监控 监控的话 它是官方提供给我们免费去用的 可以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 可以看到 它会从我们的一个右侧 弹出来相应的一个面板 里面比如说像CPU的使用率 CPU的平均负载 包括还有是内存监控 内存利用率等等都会有 如果说你的一个服务器被人入侵的话 那么它的一个内存 以及是CPU的占用量会非常高 包括它的一个硬盘 它有一个硬盘监控 硬盘监控它的一个读流量 读写流量都会有很高的一个 会非常高 所以这个的话也是一个这些主要是运为人员去用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了解一下 好 然后再往下面看 这个状态 我们现在是运行中 程度二区不去多说了 这个是主机的类型 也不去多说 然后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配置 目前我是一核二级 比较是单一的 比较简单 然后这个 这个是IP 是我们所需要去用的 这个是内网IP 是172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118 这是一个外网的IP 那么什么是内网网的IP呢 内网IP就相当于是我们局域网里面的IP 商户可以去拼通的 那么公网IP 公网IP的话 你只是独立的 你只有这样的一个IP 那么这个IP就是可以让我们任何人 任何电脑去访问 只要你开放相应的端口 并且你把相应的rest phone接口开放 那么你就可以让其他的客户端去调用 然后在我旁边看 这边是有一个制片模式 目前我是三年到2021年 然后的话其他还有一些操作 登陆续费等等 这些我们就不去看了 然后的话我们在往下面看 有一个安全组 这个安全组是我们所需要去用的 那么安全组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防火墙 目前的话它是有一个默认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选择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之后 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相应的选项 那么我在这里会推荐使用第二种 放通22端口8043以及3389 那么22端口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ssh端 就是使用命令行工具去远程的连接 我们的linux 那么它是需要放通一个22端口 然后80端口 那么80端口其实就是一个 http默认的端口 然后还有是s43 43的话是https 另外还有是3389 那么这些我们都用不到 我们在这里其实主要是用的是22和80 选中一下 然后项目的话没有 其实现在一开始没有的话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备注大家可以自己去填 然后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完了之后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就新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安全组吧 但是这边还会有一个关联的实力数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的一个安全组是有了 但是你并没有关联到我们的一个云主级吧 所以说我们要到云主级里面去关联一下 在它的最右侧我把这个缩小一点 看一下在这里会有一个更多 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会有一个配置安全组吧 点击 点击之后 它会弹出来相应的选项 让你去选 一开始是默认选中这个 那么我们去选中这个吧 选了这个之后 那么我们就会使用它的一个安全组的一种模式 然后再点击确定就OK了 点击确定一下 然后我们再到安全组里面去看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新建的这个安全组 它的关联实力处是一了吧 然后下面一个就是默认的 它的关联的实力处已经是变为零了 OK吧 那么现在我们的云主级也已经是有了 另外呢我们的一个安全组也已经是有了 并且呢做好了一个相应的关联吧 OK吧 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一个云主级已经是有了 其实呢我们的安全组也已经是配置OK了吧 也已经是做了相应的关联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去使用命令行 以及是FTP工具 把相应的文件传到我们的服务器吧 因为我们要做环境的配置 因为我们要去跑项目的话 它必须要依赖一个环境 比如说像JDK Tomcat 数据库 还有是文件服务器等等 这些都是需要的 所以说我们要基于这些 我们先要把相应的软件 相应的环境给配置OK吧 那么所以说第一步 我们就需要去把相应的软件 相应的一些安装包去上传到服务器 那么如何去上传呢 在这里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这个工具 大家可以直接去下一下 直接去拷贝这个名字 去百度去下一下就可以了 下载完毕之后 安装然后就双击打开 就可以去使用了 然后我们双击一下 双击一下之后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操作界面 在我们的一个上方 上方这一块一个部分 是我们的一个名组织 要去连接的 然后我们会去使用 然后这块是它的一个控制台 我们不用去管 因为它这一块是做它的一个相应的输出的 然后在我们的一个中间的左侧 是我们本地的环境 另外在我们的中间的右侧 是它的一个服务器 如果说我们连接完之后 在它的一个右侧 会把服务器的整个目录的 会以一个塑形结构 在这边进行一个展示 然后我们可以把文件 从左边拖到右边 一会儿我们会做一个相应的演示 然后再往下面看 下面是一个本地服务器相应的 一个会有比如说你连接 传输等等状态的一些打印 都是一些相应的日志 这个是我们参考的 然后我们可以来拖一下 那么本地我已经是准备好了 一些相应的环境了 比如说像FastDFS 然后是数据户 是MariaDB 然后大家如果说 要去使用MySQL的话 那么大家自己去安装 也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JDK和TOMK也是需要 然后Nginx我们也是需要 所以说把这个几个 我们都需要去上传 另外像Redis 我们这边没有使用到 所以说我们就不管了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 全部选择一下 选择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做一个相应的上传 上传我们可以找到这里 打开我们当前这个FTP工具 然后在我们的左上角 点击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站点管理器 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 它会在中间弹出来一个对话框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去做一个相应的设置就可以了 然后目前像这个的话 是已经是上线的一个站点 OK吧 那么我们把这个站点 我们拷贝一下 做一个相应的修改 木性 DV 首先一个我们的主机 是需要去做一个相应的修改 然后端口也要修改 那么主机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公网IP 我们刚刚有讲过 在这里 这个是公网IP 我们只要把它复制一下就可以了 拷贝 拷贝完之后 那么到我们的组织这个部位 贴过来 就可以了 另外对于端口 我们是 all端口 也要写一下 其次这个协议 协议看一下 是SFTP 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面有两种 我们使用SFTP就可以了 然后登录类型 那么这个登录类型是正常的 我们是需要用用户和密码 然后用户名是root 然后密码的话 大家自己去输一下 这个密码 就是大家在购买的时候 去填的一个密码 那么如果说你忘记的话 你可以去重新的去更改 或者说重新去安装系统 重装一下也是可以的 然后在这边点击链接 点链接 然后第一次链接的话 它会提醒你一下 是否要把一个 这个主机信任 信任完了之后 它会把相应的密码 就是你的密码 加入到本地缓存 这样子的话 你每次再去连接的话 就不会再要去填相应的信息了 然后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之后 可以看到在这一块 它已经把一个文件 目录数的结构给列出来 OK 那么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在远程服务器 然后我们点击斜杠 斜杠就是个目录 可以看到 这里面就是能有个死文件 系统的一些基本目录 比方说user root 还有是home 都有吧 那么现在我们双支到home里面 我们在里面可以去把相应的文件 做一个上传 我们这样子 在这里面 我们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我们应该是创建一个目录 我们可以取名为soft 然后到我们本地 找一下 在我们的左侧 找到踏包 把里面相应的东西给上传 我们只要选择这上面这指向 然后选中往这边拖 拖到这个soft里面去 就可以了吧 双击一下 双击一会我们可以刷新一下 会有一些相应的文件会进去的 然后可以看到 在这个下方 它会有一些服务器和我们本地传输的一些相应的日誌 进度条等等都会有 然后它就会慢慢的做一个相应的上传 可以看到上传完毕之后 它相应的包就上去了 等待一下 那么在这个时候传输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就是说由于是带宽 带宽的关系 因为我们的带宽是一兆 另外我本地的速度只有四兆 其实四兆的话也是很慢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它的一个相应的速度 在进行传输的时候是比较慢的 所以它这边显示的是1.5兆 然后快点的话会达到两兆多一点 但是平均来说是一兆左右 好OK 那么现在我们所有的文件都已经是上传到了服务器上 在soft这个目录之下 那么这个我们的工具就已经是OK了 然后它的使命结束 我们把这个软件关闭 关闭完了之后 那么现在我们就需要去使用ssh端 就是我们本地客户端 使用命令行的方式去连接服务器吧 那么要去连接服务器的话 有很多种ssh工具 比如说像我本地就有一个puti 这是puti的一个软件 另外还有是crt 这些都是可以去使用的 那么当然也有很多很好用的 相应的命令行工具 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去选择 然后在这边我会选用这个crt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连接 然后运行 运行完了之后 它会有一个相应的界面 等待它的打开 打开完了之后 可以看到这里面目前会有很多的绘画 都是我目前现有的 然后我们要去新建一个吧 找一个新建 新建绘画 新建绘画 一开始 这个协议的话 我们默认就使用ssh2 点下一步 然后组织名 那么这个组织名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ip吧 那么这个ip 其实就是我们服务器 现有的一个公网ip 那么它是一个静态ip 是一个固有的 我们使用它作为我们的ip名去链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找到咱们的云服务器 把这个公网ip 把这个拷备一下 复制 复制完了之后 粘贴到这个部位 粘贴过来 然后这个是端口吧 那么这个端口 其实就是我们安全组里面所开放的一个端口 那么现在我们的安全组默认 已经是把这个开放了 所以我们直接使用22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防火墙 我们不需要 然后再下一个是用户名 用户名是root吧 OK吧 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这个是有协议默认的 再点下一步 然后有个绘画名称 绘画名称的话 我们可以cde 木性dev 点击完成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链接就已经是出现在这里了 我们可以去连一下 点击连接 那么连接的时候 如果说是第一次 那么它会让你去输入一个密码 那么也是和我们的一个文件传输工具一样 第一次如果说你输入密码 它可以让你去选择是否要保存 那么它就会把你的密码加密之后 保存到我们的本地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把密码可以去出一下 点击确定 然后可以看到密码和用户名输入完毕之后 那么我们的一个控制台其实已经是连接上了 只不过这个字体比较小 那么默认第一次的绘画 它的字体都是比较小的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把它的一个字体外观去进行一个修改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改为28号 好OK吧 那么这个字体就是比较大的 然后呢 这个是连接的一个状态 那么现在把这个密码工具关闭 关闭之后 我们重新再开一下 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绘画是我们刚刚新建的吧 然后我们只要点击链接 点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它还会弹出一个窗口 我们只要点这个接受并且保存 它会把我们的一个密码 进入或一个加密码 OK吧 然后点击接受保存 这个时候它就直接就访问到了 我们的一个远程服务器吧 你就不需要再每次额外的去输入你的 用户名和密码了 比较麻烦 那么有些ssh端的话 它会让你一直去输的 那么在这边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到根目录 这个是根目录的结构吧 我们到home 看一下 这个soft是我们刚刚建的吧 再到soft里面去 看一下 这些文件就是我们刚刚所上传的吧 OK吧 那么现在我们这些文件已经上传完了 这个命令行工具也一定是可以成功的连接到我们远程服务器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会一步一步的去把相应的环境文件和软件安装包 都去做一个配置 那么这一节开始呢 我们就来装我们的一个环境吧 那么首先啊 我们先进到我们自己的一个上传的所有的soft目录之下 第一步我们肯定是需要去安装JDK 所以我们需要对它做一个解压吧 因为它是一个踏包它是一个压缩的 所以我们使用踏命令-zxdf去做一个解压 然后解压成功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文件夹就已经是有了 所有的文件都会在里面 那么现在呢我们是需要去建一个在user之下 我们使用mkdr跟目录的user 然后呢去兴建一个java 那么这个路径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去自定义啊 通俗来讲的话 一般我们都会是使用java这个目录 然后兴建兴建完毕之后 我们使用move 使用这个命令 把当前这个jdk整个文件夹 里面所有的内容全部都拷贝到这个userjava之下吧 回收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当前这个soft里面就没有刚刚的文件夹了 然后呢我们可以到user的java之下 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jdk啊 所有的文件都已经是拷贝过来 拷贝过来之后 我们是需要去配置相应的环境变量吧 我们先这样子啊 我们先到这个jdk这个目录之下 然后到这里面呢 可以先把当前这个拷贝一下 这是他当前的一个目的吧 拷贝之后我们是需要把它设置为一个java home的 所以我们右键一下 就可以做一个拷贝了 OK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 vim vim 然后呢etc下有一个profil 有一个这样的文件 我们进去 进去之后 我们是需要去添加java的环境变量 那么这个时候 到最后一行去添加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步我们是需要去定义java的home 那么刚刚我们已经是拷贝了他的一个目录了吧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这样子 使用这个export命令 然后定义java下滑线home等于我们把刚刚的一个命令啊 我们刚刚使用pwd命令把它的一个整个目录都复制了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复制过来之后 我们就直接把它作为了一个java home了吧 OK吧 然后下一个 那么下一个的话我们是需要去配置classpass吧 在这里我们就直接可以去使用上面所定义的java home了 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子啊 点冒号 然后呢使用java home 然后不要忘记我们是需要有一个百分号 然后再把这个java home添过来 添过来之后 再来用一个百分号啊 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战略符 那么在于他这个路径之下 其实是有一个相应的文件是我们是所需要去使用的 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熟练了 在lib下的一个dt.java 好 然后就是第一个配置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是要配置tours吧 所以呢我们这个结尾是要加一个点号吧 然后呢再加一个百分号 然后再把这个java home贴过来 百分号加上斜杠 lib之下有一个tours.java 直接拿过来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class pass 其实就已经是配置好了吧 好 回撑一下 再来一个export 这个时候 我们是需要去配置pass 那么这个pass的话 我们就直接可以去写了pass 然后呢是一个冒号 然后再去加上它的一个java home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使用dola符号了 把java home贴过来 后面是需要加上一个beam ok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一个基本配置就已经是ok了 然后在配置完后 我们需要冒号wq保存一下 保存完了之后 那么我们当前这个配置文件并没有生效 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去使用sense命令 然后呢指定我们要刷新的portfire这个文件刷新一下 那么刷新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测一下我们的java环境有没有配置完毕 我们直接使用java-fershing 看一下我们当前的一个版本号 回车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回车的时候可以看到 我们当前的一个版本号是1.8-144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下载下来架包上的一个自在的名存吧 那么现在我们就jdk就已经是安装完毕了 那么在jdk配置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可以去配置tomcat来吧 我们可以到我们自己的一个文件里面去 然后说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个命令行工具 如果说长时间没有去操作的话 由于我们的一个云幅设置 因为它会监听到我们本地的一个心跳 如果说你长时间没有写入相应的操作的话 它会自动的默认把你的连接给切断 所以我现在在我打键盘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那么这一块的话大家一定要是需要去注意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重新连接一下 重新链接 重新链接之后就OK了 还是一样进入到我们的home之下的soft 看一下 那么这里面有一些相应的踏包 那么现在我们只要解压这个tomcat就可以了 解压一下 好解压完毕之后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apache tomcat8 然后呢我们直接可以把它拷贝 我们直接可以剪切吧 move一下 拷贝跟剪切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贴到user之下 那么再到user之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就会有一个tomcat tomcat就有了 但是一般来说呢除了java以外 我们所有的自己装的一些相应的服务员 我们都会放到这个local之下 所以说我们再来做一步相应的操作 我们把这个tomcat放到local之下 那么这个时候就没有了 再到我们的local里面去看一下 那么local里面就会有一个tomcat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进行一个重命名 tomcat8 这样子的话看上去会更加和谐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tomcat8就已经是有了 我们直接把这个tomcat8解压之后 就只是可以直接去使用的 因为它不需要去做额外的配置额外的编译 然后呢我们直接进入到tomcat里面去 然后呢进入到这个屏幕录 那么这个屏幕录的话里面就是一些相应的命令啊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sh 或者说是bat啊 这些都是命令 然后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主要使用的就是一个startup 有一个这个 这个是用于启动的 另外还有一个是shutdown 那么shutdown是代表关闭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来启动一下吧 点斜杠startup.sh 回车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看到tomcat start 就已经是代表我们当前这个已经是启动了 那么启动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去测试一下 我们能不能去访问一下这个tomcat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现在这个是我们的公网IP吧 我们把这个公网IP拷贝一下 那么对于tomcat来讲他默认的端口是8080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公网IP后加上8080端口 回车访问看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发现他并不能访问 他是访问不了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一个安全组并没有开放 我们来看一下点击安全组 然后看一下我们相应的一个规则 这个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规则吧 那么这个里面其实并没有8080端口 所以相应的我们需要去放通一下8080的端口就可以了 那么有两种方式 那么第一种直接去编辑这一行 在这里面加一个逗号添上8080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边呢我们选择插入啊 我们可以这样子向下插入一行 然后呢在这里面去做一个相应的编辑啊 我们把这个拷贝一下 这个是一个规则 然后呢把上面的这个也拷贝一下 然后对于我们来讲我们需要开放的一个端口就是8080 所以呢把这个给加上 然后呢他的策略目前我们是要可以去访问吧 所以呢允许一下 这是备注啊 加一下 放通tomcat 默认8080端口 然后再保存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8080值就可以被访问了 然后再到我们这个页面 我们重新F5发现一下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tomcat 它其实就是一个admin的管理控制台吧 就已经是可以访问了吧 那么说明现在我们这个tomcat已经是配置完毕 已经是可以去使用了 startup是一个指动命令 那么如果去关闭呢 我们刚刚也说了 使用点斜杠 shutdown.sh 回收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tomcat就已经是关闭了 然后呢我们再刷新一下当前这个网页 刷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它是不能访问的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tomcat 它的一个基本的使用方式 然后我们可以再退到上一层目录来看一下 像这里面会有一个config 还有是logs logs里面一般都是日誌 进到里面去看一下 这里面会有很多日誌 大家可以使用vim命令 或者说是使用tom命令 都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日誌里面的内容 还有是最主要的一个是server 我们可以进入到config conf 其实就是代表config 所有的page都会在里面 回车进去 看一下这里面会有一个server.xml 这个我相信是平时大家用的是比较多的 所以如果说像端口号的一个修改 或者说是创建相应的虚拟目录等等操作 都是需要去对这个server.xml去进行编辑的 那么到这里的话我们tomcat就已经是安装完毕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安装一下数据库 数据库的话大家可以数码soho meria db 这两者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一块的话 我们在课程前期就已经是提过了 我们就不再追溯 那么在这边我们来演示一下 如何去安装meria db 那么安装meria db 它只是有三种 我们可以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进到meria db 它的一个官网 官网的话可以看一下是downloads.meria db.org 访问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目前它在首页贴了有三个版本 10.3 10.2和10.1 然后我目前本地用的是10.2这个版本 所以我这边会使用10.2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演示 点一下这个绿色的按钮 那么这个就是去下载最新的一个稳定版本 是指10.2里面的一个最新的稳定的版本 之后会有一些相应的包提供给用户去选择 来看一下 比方说这一块 这一块像MS3 还有是一些.zip 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分别都是在 Windows上的环境去安装的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没什么用 然后再往下面看 这上面会有一些Linux上的 那么这些的话 其实都是一些帮我们压缩过的一些文件 我们解压后是需要去进行编译安装的 那么这一块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用处也不是很大 因为它编译的话会非常复杂 没有必要 然后所以我们会再来看下面的两种方式 点一下这个按钮 这是一个配置工具是官方提供的 那么其实官方也知道要去编译原码的话 对于开发者来说 绝大部分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复杂的 为了减少折腾 所以它提供给了我们这样的工具 配置工具 首先选择一个相应的版本 我们使用的是CentOS点一下 然后这边根据大家自己的一个CentOS的版本 再去选择 比方说我们现在是6这个版本 并且是64 就选择这个 然后在这一块去选择 我们所需要去安装的一个MeraDB的版本 那么选择1012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 在它的下方会出现一些相应的内容 那么这一块内容是用于给我们去做一个在线安装的 那么在线安装我们在这边是不推荐的 因为我们一个国内和国外的一个互联网的速度是非常慢的 它所有的镜像 它所有的包全部都在外网 那么它整个镜像差不多有170兆 要去下载的话是非常慢的 此外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腾讯云服务器的话 它的一个带宽就只有一兆了 所以它的速度是非常慢 那么如果说你的一个云服务器是国外的一个服务器的话 那么你去做一个相应的在线安装的话会非常快 那么它的安装步骤是在这里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它的安装步骤是非常简单的 只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是把这个配置好 配置好之后再去运行一个命令行 可以看到这边是在线安装 使用使用in install 安装server以及client 安装完毕你的数据库就已经是ok了 那么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在这边就不去远事了 我们来说一下第三种方式 我们来看这一块 在我们这个当前网页的最右侧 我们看一下这个菜单 在倒数第二个选项 它是一个rpm的安装吧 它这边是有一个安装指导 是用于在centrales7上去安装了一个10.1的版本 那么这个也是适用于我们的10.2版本 或者说是10.3版本都是没有问题的 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网页发生了跳转 然后这个就是它官方给到我们的一个相应的步骤 那么这个步骤的话 其实它也是有变过了 它在上一个版本的话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是上一个版本是有问题的 现在它的这个版本变过之后 按照它的相应的方式去安装的话是比较好的 然后我们就安装它的这个步骤去做 首先第一步 你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环境 看见吧 这是first第一步 安装它的一个所有的依赖和环境 先把这个安装一下 直接拷贝下这个代码 啃桌心 然后来到我们的命令行里面去 那么我们这个命令行现在也已经是心跳断开了 重新再来连接一下 好直接右键 安装 可以看到本地我这边显示了一个nothing to do 那么就是指我们本地其实默认的已经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环境了 那么也就是说有的linux上是有这样的环境 有的是没有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来安装 如果说有的话 那么就是nothing to do 没有的话 那么按照它的步骤一步一步去去填 如果说它有一个yes or no的选项 那么直接大家敲一个y 就是代表yes就ok了 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 下面看的话 其实就是安装按照它的一个相应的软件的这些包去安装 那么这些软件包的话 其实我们都已经是准备好了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吧 在home的soft里面 看一下 这边会有一个meriaDB 这是我们之前上传的吧 这里面有很多的包 那么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做一个相应的安装 首先安装第一个rpm-ivh 第一个是要安装这个 是这开头这两个文件包 首先是把这个拷贝一下 拷贝过来之后直接按回车 它就可以去做一个相应的安装了 好速度非常快 100%就已经是安装ok 然后我们再来安装下一个 下一个其实也是这个开头的吧 把这个拷贝一下 回车安装速度非常快 其实是已经是安装ok了 然后安装ok之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是要同时安装common 以及是compact这两个就是这个 还有是这个 这两个rpm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 使用rpm-ivh 然后把这两个包给拷贝一下 rpm的这种迷信方式 它是支持多个包同时安装的 回车一下ok吧 两个都是100%都是安装成功了 然后安装成功之后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需要去安装一个client client的话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有个client 所以说我们还是一样 rpm-ivh 把这个client给卡贝一下 回车安装 那么现在我们客户端也已经是安装ok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是需要去安装一个环境 这个环境的话 我们直接到它的一个官网去看一下 在这边会有一个in install 这个boost devil 这个是它的一个依赖的环境 也就是说我们要安装它是为了要更好的去安装这个gallery 这个gallery其实也是一个软件 我们不管先把这个环境拷贝一下 拷贝过来安装 好ok吧 那么其实我这个本地也已经是有了这样的环境 他会说拿新图路 然后安装完了之后 那么再去安装gallery 就是gallery的ipm 然后我们把ipm-ivh拷贝一下 再把gallery的包拷过来 回车进行一个安装 非常快也已经是安装完毕了 然后安装完毕之后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支出的环境就已经是有了 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导一个key 那么这个key的话是meradb 必须要有的 不管你是离线还是在线 它都会有一个key 那么这个key从哪里去拿呢 来看一下吧 把当线网页回退一下 回退一下之后 可以看到 这边会有一个gpgkey吧 我们把这个网址拷贝一下 这里的话 不管是http还是https 它都是支持的 conversing卡贝 然后到我们的命令行 那么如何去做一个导入呢 我们使用rpm的import命令 rpm-import 然后再把我们的网址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再按一个回车 然后这个导入的过程其实是比较慢的 因为它的key也是在外网 所以说我们会等待一段时间 然后在等待的过程中 当然也有可能会出现超时的错误 然后如果说出现超时错误的话 那么再多次去从事就可以了 好在这边我们看到的一个错误 是说我们的SSL connect错误 那么我们之前用的是https吧 那么我们把http改为http 再来试一下回车一下 那么这边还是报了一个错 说我们它在内部使用CURL命令的时候 是不可以连接 连接不上host 说明我们的目前云服务器和远 远程外网其实连接上还是有点慢 没有关系我们都是几次 好OK 那么现在它弹出来了 就说我们在运行命令的时候 它并没有报错 那么说明即使我们RPM 目前通过这种import命令 已经是把相应的GPG key 导入到了我们的本地了 那么说明没有问题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需要去安装最后一个步骤 最后一个步骤是安装我们的server 那么server的话就这个meratdb server这个rpm 我们使用rpm-ivh 再把这个meratdb的server拷贝一下 回车 然后回车可以看到 目前是已经是安装OK了吧 100% 那么现在是没有问题 那么安装好了之后 我们需要去把当前这个服务去指动吧 那么如果去指动呢 使用service service my circle start 回车一下 好OK 看到这个securess 说明就已经是没有问题了 然后如果说你要去关闭的话 就只要把start改为stop就可以了 OK吧 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进程 有没有是有没有正常的指动 使用ps ex 然后呢 加1p 看一下mysocle 回车一下 那么回车完了之后 就可以看到它相应的进程 就已经是展示出来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一块啊 数据库就已经是安装完毕了 那么现在我们的mysocle 或者说是mariadb 已经是安装OK了吧 安装了OK之后 官方呢 是建议我们是需要去对它做一个安全方面的配置 那么安全配置如何去做 我们可以到它的官网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当前它其实是一个在线安装的 就是在线安装的 然后我们往下面拖 拖到最下面 拖到最下面之后 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mysoclesecureinstall 它是一个脚本 它希望我们去对它做一个相应的设置 相应的设置之后 可以把我们的安全性提高 比方说去设置一些password的密码 然后呢可以去把一些印记名用户给删掉等等 这样的操作 我们把这个拷贝一下 拷贝一下之后贴到我们的命令行来执行一下 直接按回车 按回车之后 那么首先啊 这边让提醒把当前的一个密码去输入一下 那么其实当前的密码的话 大家想一下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有没有 那么即使我们在安装完毕之后 我们在整个过程并没有去填入root 或者说是root相关的密码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需要去做任何操作的 我们直接回车就可以了 直接按一下回车 然后回车完了之后 他会询问是否要去设置root用户的一个密码 那么在这边我们肯定要去设置嘛 那么我们就写一个y 代表yes 回车 然后呢他会让我们去写一下新的密码 这边那款密码大家可以随意去写啊 好这边设置完之后回车 回车之后重新再把这个密码再输入一遍 OK 那么这个我两次密码是故意设置的错误的 所以他会说这两次密码输入的是不对 那么我重新再来设置一下 回车一下 好OK 那么现在是设置成功了 那么在这边的话密码我还是建议首字母是大写 然后有英文和数字连接的 并且的中间最好是有一些相应的符号 比如说像一些括号啊 新号啊等等 多了符号都可以去加 这样子会增加你的一个密码强度 因为毕竟这是在你的云服务器 安全性是一定要去考虑的 然后再往下面看 是否要移除一些相应的匿名的用户 那么在这边的话 建议的话是删除 所以说我们这边直接写一个one 删一下 没有必要去把匿名用户去保留嘛 然后删完之后再往下面看 它是说是否可以login remotely 就是说能不能让我们的root用户 在远程的地方去登录啊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肯定是要去开启吧 好开启 开启完了之后 他会说啊 目前我们数据库有一个test database 问一下我们是否要去把这个去删掉 那么我们呢没有用啊 没有的话就把这个test库直接去删掉 好歪一下就可以删掉了 然后删完之后 他还会再去问是否要reload 去把当前的一些相应的权限 其实意思就是 是否要去把当前的配置再去重新的刷新一点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不管啊 直接按yes 回测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他会说 cx for using MariaDB 就是说感谢你 现在是安装完毕了 你可以去使用了 那么使用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我们能否在控制台上去把这个mysoco去登录一下 mysoco 然后呢 我们使用用户是root吧 再来一个-p 这个时候让我们去输入密码 这个密码就是刚刚我们所写的吧 回车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他没有报错 说明我们已经是ok了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一个命令行的前缀变为了MariaDB 那么变为MariaDB之后 其实我们的一个控制台就是在数据库里面了 你可以去做一些自己相应的一些操作 就ok吧 比方说啊 我们可以这样子 一般来说默认的都会有一个mysoco这样的一张表 snack7号吧 from mysoco这是一个库 然后呢from这个user表 回收一下 这个时候他会把相应的内容都查出来 然后这个内容比较多啊 然后我们随便挑一个吧 我们挑一个user和password 或者说是host 重新改一下 我们就选一个user吧 回车一下 然后可以看到他有一些相应的内容都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password 回车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密码 那么现在这一块的话 我们整个数据库就已经是安装完毕 安装完毕之后呢 我们需要去通过这个工具 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客户端工具吧 我们需要把这个客户端工具呢 也要相应的去做一个配置 看一下我们能否远直的去连接吧 我们这样子啊 在这边我们连接啊 连接的话是创建一个新的一个库 那么这个连接的话 不管是使用mysoho 还是meriaDB 两者都是没有问题的 点meriaDB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连接名 连接名的话 我们写一下正式生产完毕啊 木性db生产户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公网的IP吧 去找一下 我们的公网IP是在云主局这块 直接把这个拷贝过来 复制 复制过来 然后这边是密码 然后密码写一下 写一下之后 这边端口号 端口号的话 我们默认都是3306吧 那么3306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目前的安全组并没有开放 所以我们要在安全组里面 去把相应的一个配置给写上 向下插入一行 然后把相应的内容 考一下 这个端口号是TCP的 然后是3306 然后开放是允许的 然后把这个备注写一下 这是开放数据库 开放数据库3306端口 保存一下 那么安全组也已经是设置OK了 设置OK之后 我们在这边做一个测试吧 我们连接一下 他说目前我们这个IP就是当前我们的IP是没有被允许去连接到这个MariaDB 那么没有被允许的话 那么其实我们应该要去做一个相应的操作 我们应该要把权限给刷一下 那么刷一下其实就可以了吧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这样子 我们到命令行里面来 现在还在我们这MariaDB的这个控制台吧 我们要写一个这样的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的话相信大家都是看到过的 不管是你在本地安装 就是在Windows上 还是在Linux上安装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脚本 就是为我们的root用 增加一个远程登录 做一个授权 可以看下来吧 就是grant or 把这样的权限给附上 然后这边的话是把权限给到我们的一个root用户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密码 大家在写完之后直接按回车 回车完了之后 不要忘记我们再来flush一下 再把这个flush给填上就OK了 然后这个密码的话 由于在这边是一个名文 所以说我这边暂时不去写 预保的话我们会处理一下 好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的话 我刚刚是处理了 然后处理完之后 这边写上的是就是你自己的一个root用户的密码 写完之后 然后直接按回车 回车完了之后 再来一个flush 你设置的一个page 重新再刷一遍 那么这个脚本就已经是刷完了 就表示OK 没有问题 接着我们再到自己的一个后端 到这里我们再来点一下这个连接测试 点一下 点一下这个时候 它会提醒连接成功 那么这个时候就表示我们是可以做连接了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完了之后 那么咱们的这个生产库就已经是有了吧 那么到这里的话 其实我们整个一个数据库就已经是建完了 那么建完之后 我们还有一些别的操作 比如说像一些色口语区的导入等等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在后续配合我们项目打包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相应的一个脚本的备份 以及是上传和恢复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应该要来安装一下FastDFS 以及是Endings 把它作为一个文件服务器 最终会让我们去上传一些相应的图片 那么这一块如何去安装的话 就是我们在之前已经有设置到过了 所以呢在这边我已经是预先先进行的一个安装 咱们就不会再一次的一步一步的去做 只不过呢有一些细小的地方是需要去注意的 比方说啊我们回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在配置Storage.config 以及是ModeFastDFS 这就是一个Endings和FastDFS的一个联动的一个配置 它里面的Tracker服务的地址是需要去注意的 我们原先是写的是内网在虚拟机上的一个IP 那么在我们自己的一个语音服务器上 就需要把语音服务器的内网的地址给写进去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现在我们终于要使用到这个内网地址了吧 这个就是我们语音服务器的内网地址 那每一台服务器都会有 你需要去把它拷贝一下 拷贝完了之后去贴到我们相应的位置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在这里面啊一个是Storage另外是一个Mode 这两个文件都是需要去注意的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Tracker 可以看到在这里吧 Tracker服务 它的地址已经是改为了172.27.0.8 那个就是和我们在服务器上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个内网地址是OK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退出去啊 我们再来看一个Mode 那么这里面其实也是一样 这里面会有一个Tracker OK吧 这是我们的Tracker服务啊 它的一个地址也是一样 都是使用的是云服务器的一个内网IP 那么这个的话不建议去使用公网IP 因为使用公网IP的话 你是需要去走端口的 你要额外的开放端口 走内网的话 它所有的端口其实都是放通的 都是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就是需要去注意一下 然后在我们当前的一个文件里面 其实有些地方 我们也做了一个相应的设置 比如说有一个group 我们搜一下 这是一个组名 我们group是设置为了一个imoc 另外它还有一个 是否要把它设置 要把它改为True 我们再搜一下 是有的 在这一块我们的UR 是否要显示我们的group主名 那么这边由false改为了True 所以说它会显示的 它的格式就是这个 它也是贴出来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FastDFS的一些 基本配置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 大家在安装的时候 可以去参考我们之前的视频 去做一个相应的安装 然后安装完了之后 我们就只需要到endings里面 去做一个相应的配置就可以了吧 然后我们到endings 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增加的endings的配置 和我们之前所讲的也是一样的吧 有一个地方是需要注意的 在这一块 server name 这个server name 我们之前写的是 也是一个内网的IP 因为我们本来虚拟机 就是在内网访问的 然后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需要去注意了 这个我们就应该要写上 是在云服务器的一个公网的IP 云服务器的公网的IP 是要对外去开放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手机 或者说是我们的web浏览器 是需要去访问 那么要去访问的话 所以你要把它的一个公网IP给写上 这个就是对应到它的一个server name 另外监铁的端口也是需要去开放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这边设微巴巴 大家自己去设置 另外这个和我们之前也是一样的 OK吧 在设置完这个巴巴之后 千万不要忘记 大家需要在安全组里面去做一个配置 看一下吧 安全组里面 在这里面我增加了一个巴巴端口 增加完了错 那么我们的这个图片服务器就可以访问了吧 这个前缀就是我们设置的server name 监听巴巴端口 然后是组名外加M00 后面就是我们的一个 在我们的一个文件系统里面所在的一个地址吧 那么这个就是NGX和FastDFS做了一个相互的整合 就已经是配置OK了 那配置完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Tomcat是如何去配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配置完NGX之后 直接访问这个IP地址 那么就会把NGX默认的欢迎页面给打开吧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加一下 这是公网IP 在后面加上808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Tomcat的一个应用吧 咱们Tomcat现在没有启动吧 我们可以去启动一下 好现在是启动了 始终之后我们重新刷新一下 Tomcat它的一个默认页面已经是有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设置 就是说把我们的Tomcat 放到我们的NGX里面去 因为NGX它本身就是一个反向代理的服务器 通过NGX我们就可以去部署一个Tomcat的集群 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不会去使用集群 我们也是可以间接的把它作为一个类似的反向代理 但是我们反向代理只会代理一台Tomcat 那么我们就去做一个设置 如果去设置呢 我们到这个User local 我们到NGX的目录 然后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80端口 那么在这个80端口里面 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销利的配置吧 那么首先在这里面 我们是需要去先建一堆Tomcat 如果去设置 我们要建一个upstream 这个其实就是类似于集群的概念 我们这边Tomcat 只是自己去取的 或者说你可以取一个叫做servers 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在这里面去做一个相应的配置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定一台server 那么现在我们的一个server地址是 我们写一下我们的内网地址 去拷贝一下 内网地址是这个172.27.0.8吧 我们把这个拷贝一下 拷贝一下贴到这里 那么贴到这里来之后 这是我们的一个Tomcat在内网的一个地址 那么它的端口是8080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让endix 反上代理到我们的这一台Tomcat 那么在这个后面 我们只要去加上一个分号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有多台Tomcat的话 那么只要在这里面去设置多个server就可以了 这是直取里面的 我们暂时在这边 我们就只是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配置完这个Tomcat upstream之后 那么接下来如何去做 现在我们的用户是访问的是默认的80端口 那么访问进来以后 在访问的时候 他只是就是访问的一个斜杠 就是一个根目录吧 那么访问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去给他一个代理 也就是说把这个Tomcat代理到我们这个location的部位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下 在这一行的话这个我们其实是不需要了 所以我们把这一行给删掉 删掉之后 那么我们再来增加相应的配置 这个配置其实是一个代理配置 我们可以直接去写一下 然后后面去加上一个http 冒号斜杠斜杠 那么斜杠斜杠后面是指定的是Tomcat 把这个Tomcat拿过来 再加一个封号 那么这个就其实是配置OK了 其实就相当于是 我们在访问一个默认的IP 就是公网IP的时候 访问到IP里面来之后 由于是访问的是一个根目录吧 然后他就直接去匹配到这个路径了 这个Tomcat 然后这个Tomcat 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障约服 他会把这个内网的IP再贴过来 从而再去做了一层反向代理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去做一个相应的访问了 然后我们把当前的配置重新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之后 我们去重启一下 把aginx-s reload 是做一个重启 重启完了之后 其实就可以去访问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8080端口给关闭掉 这个时候8080端口对于我们来讲没有任何用了吧 我们把这个改为拒绝 拒绝访问8080端口 保存一下 好保存完了之后 那么我们如果说现在直接去访问8080端口 肯定是不可以的 这边一个小菊花一直在转 其实就是端口被关闭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engins这个页面 刷新完了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IP 这个公网IP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我们访问的是80默认的端口 然后访问到了之后 那么现在我们其实就做了一层反向代理 直接代理到了我们的tomkit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tomkit 就直接可以通过engins的80端口 被用户访问到了吧 OK吧 那么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tomkit 和engins做的一层结合 那么现在我们在云服务器上的一些基本的环境 基本的软件配置都已经是OK了 接下来就需要对我们的项目做一个打包和上传 那么打包的话其实分为两个部分 因为我们的项目是前后端分离的 那么对于我们的后端以及是前端都需要分别的去做打包 那么这一节我们先来看一下后端是如何去做一个相应的打包和发布的 我们先打开开发工具 然后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工程里面有一个application.properies这个属性文件 我们双支打开看一下 这里面呢其实都是做一些相应的配置吧 然后我们先看这一块 这一块是文件服务器 那么文件服务器在我们本地的时候是使用的是192.168.1.70 这个虚拟机的所映射的一个IP吧 那么现在我们要传到服务器上之后 那么这一块需要让我们的工程可以访问到图片复制 所以说在这一块 我们就只需要去把文件服务器上的一个内网IP贴过来就可以了吧 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下 把这个内网IP复制 复制完了之后 那么再到这边贴一下 那么我们把这个配置呢 我们多拷贝一份 然后把原有的注释掉 把新的这个IP给贴上去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文件服务器的IP 它的一个TrackServer 就已经是使用了这个内网IP了 那么如果说你是额外的用了多基进行的一个部署 也就是说你有一个项目的服务器 另外呢你有一个文件服务器的一个配置 那么在这个地方 你必须要保证你自己的项目部署的服务器 和你另外一台分布式文件系统的FastDFS所在的服务器 它的内网是可以互通的 如果说互通 那么在这个地方是写内网IP 如果不能互通 是跨地域的 那么在这个部位 你就需要去写上一个外网的IP 就是公网IP 好 再往下面看 再看一下这一款 这里是数据库的一个地址 那么数据库的地址 你写locohost 或者说使用一个内网IP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使用locohost 我们不去修改了 然后再往下面看 MyBetisPage不需要去做外网修改 另外这一块 这一块我们是要先说一下 我们使用Sprimboot打包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会使用挖包的形式 那么使用挖包的形式的话 由于它Sprimboot 它其实内置了tomcat 那么这个就是它内置tomcat的一个端口号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不会去使用它 不会去使用它的话 它就不会生效的 那么这个可以保留 也可以删除 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OK 那么这里面的话 当前这个配置文件的话 其实主要是就是修改 这个TrackServer的地址 那么其他的地方就不需要了 好OK 那么这个就已经是改完了 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 我们看一下 这个pomchamel 把这个配置打开一下 打开看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它默认的形式 其实是以一个炸包的形式去运行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修改吧 所以那我们在这个部位 我们要去做一个相应的修改吧 在这边加一个package 打包方式 设置为挖包啊 那么如果说它一开始没有的话 其实默认就是架包 默认始动方式 这样打包 这是spinboot内置的 好OK吧 那么这个打包方式我们设置完了 再接下来 那么既然要使用外置的tomcat 所以对于它内置的tomcat 我们是需要去排除的 在这个spinboot start web 找准是web 不是上面这个 然后在这个web里面 它有一个内签的tomcat 我们是需要去排除 然后点这个下面的部分 点一个dependence 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堆的依赖 那么这里面一堆的依赖 在有些地方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相应的修改 然后我们找一下 找到这个spinboot start web 然后把里面的内容展开 展开看到这边会有一个tomcat 这个就是它内置的 然后我们右键 右键里面会有一个exclude exclude就是代表排除的意思 那么像你在使用一些拦截器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排除的 就是使用的是exclude 那么意思是一样的 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 在这边直接点OK Ctrl S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tomcat里面去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这边会有一个exclude 它包含了很多的排除 你可以排除多个家包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把本地的 它内置的tomcat给排除了 然后排除完了之后 那么还有一些相应的内容 你需要去配置的 就是它的一个本地 我们要打包的方式 在这边你需要去加上一个相应的插件 那么这个插件的话 我在这边就直接拷贝过来 拷贝一下 大致看一下 这个是使用的是一个spinput 的一个插件 就是专门用于打包的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启动类 这个启动类 我们找一下 其实就是这个吧 application就是我们的启动类 那么需要把它的包拷贝过来 com.imook.application 这个就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个page 的一个application 是用于启动的 然后它的一个目标 它的目标就是用于去打包 使用于package 那么这一块的page 它就直接拷贝过去 直接去使用就可以了 就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个整体的pam文件配置完了之后 我们还有一块是需要去注意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启动方式 我们现在启动方式是直接是通过application 右键去run的对吧 那么我们要去使用外置的话 那么其实我们要额外的去创建一个类 我们创建一个类 为它取一个名字 我们要使用外包的形式去启动 取名为外包start 外 start application 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直接点finish 点完finish之后 那么当前这个类已经是创建 那么创建完之后 那么我们要去计程一个新的initializer 它是一个触始化器 我们先打上extend 然后呢 这个触始化器是什么东西 我们先把它写上 写上了再说 sprint 有一个serverlet initializer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让我们是以一个 相当于是serverlet的指动方式 去进行一个相应的启动 那么启动的话 你需要有一个指向 也就是说你既然是要用外置的tomcat 那么你应该要把自己 我们当前的一个application指向给它吧 指向给这个initializer 去进行一个相应的触始化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要去重写一个相应的方法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 重写的方法其实就是这个 有一个config 把这个打勾打上 打上之后直接点ok 那么这个方法 我们就直接可以去重写了 可以看一下吧 这里面有一段内容 然后在这边 需要return出去一个东西 其实就是使用这个build就可以了 build.source 然后在这里面 你需要去指向我们当前的一个application 我们的application就是这个吧 这个指动类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class拷备过来 ok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类就是设置完了 加一个注释吧 使用外置tomcat的始动application 好ok吧 那么这块我们就配置完 那么配置完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个报错 我们把整体的工程呢 我们麻烦update一下 好update完了之后 那么我们刚刚说了这块是使用的是servlet 所以说我们在pom文件里面 我们还需要额外的加入一个相应的servlet API 我们把servlet API呢我们也直接拷备过来 拷备到这里 拷备过来之后 它会去做一个相应的下载一些价包 好下载完了之后 那么我们当前这个lay 其实就已经是ok了 那么现在我们这对于这个当前的工程 就可以去做一个打包 我们可以右键打包一下 我们使用右键runs 然后这里面会有一个install吧 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 等到它的一个coms材的输出 好看到buildsuccess 说明我们打包是已经成功了 打包成功之后 我们到找到target目标 然后f5刷新一下 双击打开 可以看到这里面就会有一些相应的包了 其中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用到的一个包 那么我们cntrl c 拷备一下 拷备到桌面 拷备到桌面之后 我们对这个包 请重新命名一下 我们就直接改为木性就可以了吧 改为木性之后 那么我们就直接可以把这个warr包 发布到服务器上去了 ok吧 那么这一块我们下一节 再来具体说一下 那么打包完了之后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warr包 传到我们的服务室吧 那么在传到服务器之前 我们需要把数据库先弄一下 我们之前数据库做完之后 我们并没有把相应的相应的库给拷贝过 我们之前有一个库是木性-db 这是在本地的 那么现在我们只需要在服务器上创建一个这个库也可以吧 那么我们到服务器上去创建一个库 新建连接 然后这边我们应该是右键去新建一个数据库 连接的话我们已经是有了 新建一个数据库的话 然后我们稍微等一下 这个会有点慢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云主机的安全组 那么现在我们3306数据库是放通的 但是连接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慢 好现在是已经是出来了 取一个数据库的名字 木性-db 然后字符集 这边可以去做一个相应的更改 那么我们往下面拖 拖到最下面选择UTF8 MB4 然后再点一个确定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数据库就已经是创建完了 看一下数据库已经是有了 有了之后里面并没有表 那么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我们选择本地的 然后选择本地之后 把这些直接可以拖过去 或者说我们可以做一个搜寇语句的一个备份 备份之后再做一个上传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现在我们只需要这样子 把这边选中 选中了之后 再往这边拖 可以看到吧 拖过来 拖到这个表里面去 然后复制到当前的结构和位置 包含了所有的结构和数据都会拷得过来 点一下 然后呢 这边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选项 不用管 直接点开始 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其实就相当于是 把本地的数据库先备份到临时的文件夹 备份成一个临时的文件之后 然后再把它重新的再导向我们的服务器上 那么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现在是OK了 OK之后点关闭 那么再到我们的当前的生产库里来刷新一下它的一个表 F5刷新 刷新完了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有的一些相应的消息 相应的表等等都已经是有了吧 有了之后其实有一些库的话我们要去轻松一下 那么这里面其实会有一些默认的一些数据 这些数据其实都是算是我们的一个测试数据 我们可以右键 右键里面会有一个清空表 在这里点击清空表 把里面的数据全部都清掉 OK之后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再去双击打开的话 那么里面是没有任何数据的OK吧 UZ表等等都是没有数据的 OK那么现在我们数据库已经是OK了吧 数据库OK之后 那么我们要做一个上传 我们把这个上传到我们tomcat 那么首先tomcat目前是一个止动状态吧 我们把tomcat先停掉 我们进入到tomcat的一个目录 使用tomcat 这样子就会去做一个相应的关闭了 然后关闭完了之后 你要做一个上传 我们在user 然后找到local 然后再到local 这个速度比较慢 然后再找到tomcat的8 那在这个8里面我们去找到webapps 这个webapps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个项目发布的一个目录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右边啊 右边去找一下 我们把这个木性的webapps拖到tap包里面去 这tap包就是我们之前上传的吧 然后呢在这个左侧刷新一下 那么木性webapps这就是已经是有了 然后呢拖到这个右侧 拖到右侧之后 在几步会做一个上传 等待它的上传完工 上传完毕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tomcat的一个重新启动 好现在是上传成功了吧 成功之后在我们的一个右侧 那么这个webapps里面就已经是有了袜包了 那么现在呢我们去把这个重新去启动一下 使用点斜杠startup回车一下 这个时候tomcat其实已经是启动了吧 启动完了之后 在我们的这个这里面会生成一个新的文件 文件夹目录啊 然后f5刷新 可以看到它会多一个木性 那么这个木性其实就是tomcat帮我们 对这个袜包进行的一个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 里面所有的源码都是在里面 像我们所有的java在这里面都是class 可以看到吧 这里面都是class文件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到吧 都是class 然后我们的controller也是class ok吧 那么这个我们就不管了 然后现在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就其实已经是启动成功了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 如何去对我们整体的一个项目进行一个打包 那么打包的话 其实比较简单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整个工程里面有一个manifest 这是一个配置文件 我们双击打开一下 双击打开之后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整体页面里面的一个结构吧 然后它的一个页面的话 其实它以一个图形界面的形式展现了 当然它也提供了一个圆满的方式啊 它有一个代码的视图 点一下这个代码视图 那么里面全部都是一些相应的代码 如果说你除夕的话 那你直接针对这个代码去修改就可以了 我们的话就直接使用它的图形界面化的工具 去做一个相应的设置 然后一步一步往下面看 首先啊 我们这个应用的名称啊 这个应用的名称 你可以自己随意的去设置 打包完成之后 它的一个apk 或者说是一个ipa的话 就是说一个是安全平台 一个是iOS平台 它两个相应的应用的名称 都是在这里去定义的 比方说我们现在是木性实战 正是我之前所写的 那么我在这边可以随便写一个吧 写一个木性聊天实战 那么这个文字的话不介意太长 太长的话 在iOS上有时候可能会以一个冒号 三个小点来进行显示 所以说尽量短一点 然后app id啊 app id的话 它默认会分配给你一个 当然你也可以去修改 但是尽量的保证你的这个app id 要唯一 不要随意的去更改 这个是版本号以及是页面入口 版本号的话 其实你每次安装的时候 尤其是在安卓上 它可以看到一些版本号的信息 那么这边如果说你每次需要去更改的话 在这边做一个迭代就可以了 不去改也没什么大的问题 然后再往下面一个 这边是一个页面入口 页面入口就是你的应用 首次打开以后所显示的一个页面 一般来说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一个login这样的页面 如果说是像有些app是不需要去进行一个相应的展示登录的话 就是你们都可以直接去访问的话 直接去把这边选择一个index就可以了 都是没有问题 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可以发现 上面有黑色的字和蓝色的字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边有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说在我们增值运行的时候 其实呢这里面大部分配置都是不生效的 主要的话生效的部分是以蓝色字体来表示的 也就是说所有标准蓝色的话 我们在增值模拟做测试的时候是会生效的 那么像这些黑色的字的 就必须要通过云打包发布以后 并且安装你才可以有效应的展示 那么这个主要就是这样子 这上面会有一些应用描述 这个我们不用去多写 然后我们直接往下面看 这边会有一个重力感应 这个重力感应是指你是否要自动的 横屏和竖屏 一般来说我们只要是竖向的就可以了 横向的话自己随意 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第二个tab页 第二tab页是一个图标 点一下 这个图标页 其实就是让我们用户去选择一些相应的图标 这个图标会生成的 然后可以看一下图标的话 一般来说主要是建议大家去使用1024x1024的大图标 这种图标的话在iOS的一个app store上 是有硬性要求的 如果说你仅仅只是在一些安卓市场去上下的话 那么这图标的话就无所谓 建议大家还是1024x1024为主 那么这图标我预圈已经是准备好了 你在这边直接点上传 可以看到这边是它自动生成的有很多 然后直接选择之后点一下这个按钮 它会自动生成所有的图标 这些图标就是它自动生成的 那么这图标在哪里呢 我目前的话是自己用photoshop做了一下 在这里前面有三张图 原图是这个 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修改 修改成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的话 它就是一个是1024x1024 通过photoshop所改的 改完这之后 这个图标我可以给到大家 大家可以直接去使用 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着去建一些图标 使用photoshop也是比较简单的 这样的话就是会比较有区别 会有个性化 好OK 那么这个就是图标 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 下面一个是启动图片 那么什么是启动图片的 启动图片其实就是只是一个欢迎页 你可以理解 那么这种欢迎页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的APP来讲 MUI它其实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选择 可以让我们去做 比方说它默认的话实际是它会自动关闭 其中介面的 当然你也可以去做一个相应的设置 这些大家自己去勾取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看得懂 然后下面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图片的设置 图片的设置的话可以看 iPhone的一些大小比较多 有很多 另外再往下面看 下面是一个安卓的一些分辨率 那这边的话 银打包以后 我们在这个会在安卓上去看一下效果 在IOS上的话 由于我们是需要越狱 或者说你需要付费成为苹果的开发者 你才可以去把相应的应用上传到APP store 所以我们在这边演示这个安卓的这个图片 然后所有的图片我也是一样 我预先也是已经是切好了 看一下 这边有很多图片 然后这些图片都是根据官方所规定的一些相应的要求 把它切换成了相应的大小 大部分是竖屏 另外像这个有些是横屏 横屏主要是像一些iPad 平板用的是比较多的 OK 然后我们这边随便选两个测试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480x762的 找一下 这边有一个480x762 双击一下 再来看一个 这边有一个720x1242 720x1242选择一下 然后再往下面看 有一个1080x1882 1080x1882 1080x1882 这个吧双击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这三张图片都已经是被我们选中了 这样的图片太多了 这个的话大家客户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然后OKCtrl S 直接就保存了 再往下面看 这一个tab也是sdk的配置 那么sdk的配置主要是用来干嘛呢 分别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的手机里面引用了一些图片的一些插件 比如说像高德百度地图等等 使用它的话你肯定会需要有一些sdk的配置 但是我目前没有 然后再往下面看 这个是第三方的授权登录 也是需要配置你才可以使用的 还有一个是push 那么push的话 目前我们已经是做了一个免费课程 这个免费课程的话 或是会在木口网上推出 然后使用的是这个个推 这个的话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可以实现手机端的一个推送 好 然后再往下面看 下面是一个share 这个就是一个把相应的一些页面 主要是页面的形式分享到朋友圈 新浪微博等等 这个是分享的sdk 然后下面是有统计 这统计的话一般就是像APP 会统计一些像注册人数 流量等等每天的一些统计都会有 这边能去揭露就可以了 然后再往下面看 下面这几个的话 其实没什么关系 一个是模块权限 一般来说我们默认去添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想一次性把这些全部都交进去 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还有是页面引用的关系 那么这个页面引用的关系 其实主要是描述我们的APP 和相应的资源之间的一些关系 大家直接去看一下 我们这边其实没怎么用 然后这个就是代码仕图 这是最后一个这个代码仕图的话 我们就不多说了 好最后我们Ctrl S保存一下 保存完了错 我们就需要针对我们当前的这个APP 做一个云打包 如果去云打包呢 我们只要这样子 选中我们这个项目 右键 这边有一个发行吧 发行然后云打包 打成一个原生的安装包 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 这边会有一些相应的选择 可以看到它有分iOS 就是安卓 那么iOS的话 目前我们是直接可以打的 那么打的话 是直接会生成一个粤语包 那么这个粤语包的话 是只要你的手是粤语了 就直接可以去使用 那么在这边的话 如果说你要去使用苹果证书 就是要上传到APP store的话 必须要使用苹果证书 个人开发者的话是99美金 然后如果说企业的话 就是299美金了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有兴趣 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在这边 我们选择粤粤语包 然后安卓 安卓的话 如果说大家是谷歌的开发者 自有证书的话 有的话 那么选择这个 把相应的证书填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就直接使用这个Dcloud 就是MUI官方公司 所提供的一个共用的证书 直接可以去使用的 那么在这两边可以分别去配 OK吧 那么在这里的话 这边直接使用这个像包名 还有是APPID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再往下面看 这一块是广告联盟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如果说大家做的APP的流量非常高 这个可以开启一下 开启一下是可以赚取佣金的 非常高 像有一般一点的话 一个月赚个三四千 甚至一两万的也是有的 当然你的流量要多 多的话也可以让大家去赚些零用钱 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这边不需要 这个广告还是比较烦人的 然后这边我们不用管 好了之后 这边会有一个使用JS原生的混淆 就是防止你的一个应用被别人去破解 去看你的JS 那么这边有需要的话去点 这边我们就不点了 然后点这个打包 点一下 点完这个之后会提示一下 说检测到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未用的文件 会导致发行包过大 这个的话大家自己去看 这边我就直接忽略了 忽略并且继续打包 点击一下 然后并且要确认没有权限继续打包 再点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 他会把我们在本地上所有的资源全部都上传到云端 云端就是MUI的一个云服务器 然后在他们的云服务器上做一个相应的打包 然后打包完毕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下载 然后这边他已经成功的提交到了云端 然后点击一下 看一下他到一个打包的状态 然后这两个我们不需要 这两个的话是之前我们做免费课程所做的一个演示 然后我们把它清除选中的记录 好OK 那么这两个包一个是iOS的一个是安卓的 我们在这边稍微会等待一下 等待他制作完毕之后 他会做一个字幕下载 然后我们再把它下载完的一个APK和iOS 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边我们会稍微有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暂时在这边先等待一下 好OK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过了几分钟之后 我们打包已经是OK了 并且下载是完成了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这个 打开下载目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 他会把相应的打包的文件给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今天是12号的 然后就是4号的 我们不需要 我们删掉 那么这两个就是今天 我们刚刚所打包完毕的 就是云打包的 然后针对这个APK 我们可以做一个安装 iPhone的话 iOS应用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如果说大家有越狱的iPad 或者说是越狱的iPhone 都可以直接去做一个安装 这边我们就不去多说了 我们会对这个APK做一个相应的演示 我们来写一下 这是木性 这个是发布版本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拖到我们手机里面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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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现在我们其实手机上已经是有了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去做一个安装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木性发布版本.APK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下载 下载完毕之后 我们要去做一个安装 然后直接下一步 下一步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显示的一个版本是1.0.0 这个是它的名称 这些我们都是在manifest里面去做配置的 然后现在是安装完毕了 安装完毕之后 我们先把本地的一个hp的我们先删掉 因为可能会由于缓程的问题 引起一些效应的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原来的hp的先删掉 删掉了之后再去吱动这个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启动页面已经有了吧 这个吱动页面是我们刚刚加的 对吧 那么到这里 我们的APP就已经是整个打包完成了 都已经是OK了 然后仅仅只是我们的iOS 比较遗憾 没有越狱 所以不能做一个效应的安装 当然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 但如果说你是一个iOS的一个开发者的话 那么你也可以把它的一个最终打包的一个IPA 直接上传到APP store去做审核 然后再给大家去使用 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OK吧 那么到这里 我们整个一个的部署还有发布 就已经是完成 就已经是OK了